现在要准备进入到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打开这个档案 因为刚刚我已经把这个档案给关掉了 关掉然后接下来怎么打开呢 打开我曾经存放在伺服器上面的那一个工作预料板 所以首先点选这个Table Public 2022.1 就是打开这一个Public的软体 那其实因为这是我刚刚已经存放上去 所以其实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就开启了这一个伺服器档案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要用一个新的仪表板来去教各位 就是同期比较 就是说同期比较来去看2014跟2015可能会比较好 我现在同期比较只比较这两年 意思也就是说假设像我们这张资料表 你会不会只比2014跟2015 当然可以啊 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显示删选资料 然后只要勾选 只要勾选2014跟2015 其他通通关掉就好了 就只剩两个两个年的资料放在那边 好那相对的 我现在呢 请你在最右边 然后我想要去做2014跟2015的同期比较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 什么叫同期比较 好那是不是就是说有两个有两个就是年但是期间是相同的 举例来说都是1到12月 然后来进行数字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比较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画同期比较工作表 第一请点新增工作表 好请点新增工作表 然后接下来一定是放时间 首先在这个地方 那个我们的发病日 发病日就是时间 好快速点两下 所以我们这边有2014 2015到2021 好 可是我是不是希望说我的横轴是1月2月3月 所以呢 答案是不是下面这个类别的月 类别的月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就快速点两下这个确定病例数 所以下面就呈现出就是各个月份的值加总 就放在这边 好那这个图呢 这个图请选折线图 来请点选显示底下的折线 这个折线 可是我会希望说2014是一条折线 2015是一条折线 2016是一条折线 2017是一条折线 所以如果你要去就是分别呈现很多线条的话 我们就要动用到它的标记 标记 所以请点选这个发病日 不是点选用拖曳的方式 刚刚我一直在教你就是控制键 然后按住它拖曳到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重新再选 然后放到色彩 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你不用左手按住控制键 建议 因为是同期比较嘛 所以请把这个筛选条件 它里面是不是年的筛选 请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显示三准条件 好 请把2016、2017这些都关掉 只要留2014跟2015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先把工作表加上去 这叫最多确诊的两年同期比较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说 这张统计图表 这张统计图表 我们这样就勾两年 好 因为只有这两年会比较值得我们来去分析 像例如说 假设你去勾 2019跟2018 也可以啦 好 我们还是点回来 刚刚的2014跟2015 那请把2018跟2019关掉 现在快速点两下 我们来去把黑的那个表头 稍微做得专业一点 所以快速点两下 表头 然后请把工作表名称呢 置中 置中 然后接下来 这个工作表名称是使用标台体 然后下面 下面这个是我的说明 那我们来看2015年 同期底照里面 最大的特色 这边最大的差别是在几月 是不是9月 9月 有最显著 5月 的差别 好 这是第一项 第一项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这一点 就是 2014年 2014年 天高 第三 2015年 11月 天高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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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5年 1之7月 都差不多 与 与 其他年度同期比较 是相仿的5到12页 都是下降 现在来把格式加上去 我们今天设定我们的X轴的设定格式 当你滑鼠右键点卷设定格式 它这边终于出现了格式 有看到格式吗 这边全部都是格式 设定月发病日格式 这边发病日月的格式 所以我们现在来把字体去做修改 字体就是字形 它的改法也很特殊 首先我们先选字形 请把字形 因为我有中文字 所以我还是一样选标台体 然后粗体 粗体 以及大小 例如说我设到14 这样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可是14的话是不是比标题还要大 还是改回来12好了 然后请把颜色改成这个深的黑色 其实这里面是可以切换 去设定Y轴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去那个Y轴在哪里 去做什么切换 所以滑鼠右键 设定不是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这个字体 一样改标台体 出体12 黑色 好 那关于这个连续性 关于这个连续性的分析 同期比较 我们介绍到这边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是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 所以麻烦第一件事 请你开新增工作表 各位 我们开始要跨到另外一个维度来分析 首先 通常我们用Easeal来去做 就是登革热的一个比较分析 你现在大概就只能想到一件事 就是去把登革热到底男生多少 女生多少 呈现出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这件事 例如说我们的性别 请问一下 我们这里面 假设有100个栏位 你要去找性别 有时候可能有人会叫做什么 有人可能就是会用英文来去呈现 所以如果你不好找 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用搜寻的方式 在这边打性别 例如说 你看我现在打性别 它是不是就只会呈现一个 一个被筛选的结果 就只有一个 好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快速点性别 再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知道男生有多少人确诊 女生有多少人确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打确诊 确定 好 找到了确定病例数 快速点两下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 这张图应该画什么 应该画圆形图 所以请点圆形图 我们要给他工作表的名称 请问这工作表名称要叫什么 性别 确定 病 病例数 好 那接下来请问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整个简式 它这个圆圈是不是就变大了 那原则上你就会发现 好像文子啊 它在选择宿主的时候 好像是男女是公平的 对不对 因为反正就一半一半 但事实上 你还是要把这个标记呈现出来 会比较好 所以请点T 点了T之后呢 请问一下 这边这个就是那个 确定病例数的人数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从视觉上 可以发现 男生一半 女生一半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稍微交代一下颜色 首先 首先这个 右上角这边 性别 去修编辑色彩 编辑色彩 然后请把男生 点到男生 选到这个颜色 那女生 不用刻意的选红色 建议选这个颜色 好 确定 那怎么样出现性别呢 好 那就请把这个 这个性别 性别 再翻译到 翻到这个标签 放开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 男生 女生 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把这个字 稍微变大一点 有看到吗 男 女 好 然后我们可以 因为刚刚我是把这个性别拖曳到标签 所以其实你就只要修改这个标签 请把这个文字 文字 然后麻烦可以把它设大一点 比如说14 然后因为它是中文字 所以我都是选用标签题 出题 确定 就是凸显凸显这个字 我先把这个确定定例数 快速点两下 把这张工作表名称 字中 然后字体是标签题 确定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 我用这一张来做修改好了 因为这一张要从2014开始 一直到2021 好 我们 我们现在来去看 请选这一张图 这一张叫做 各年限制确诊人数 连续分期 连续分期 好 请直接复制它 请直接复制 就是重复 重复 那我们就来看哦 那男女 男女 到底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不好意思 2014 2015 2016 2017 18 19 20 21 不过这边全部几乎都是什么 这边几乎都是没有影响 对不对 如果我把性别拖曳到色彩这边 你会发现 就是它其实在各个时期的表现都差不多 这是就男女人数的一个分析 而且这才是我们要去呈现的图 那我们就要去呈现的图 我们就要去呈现的图 我们就要去呈现的图